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凡是去过大陆西藏或是九斋沟等地旅游 或是亲近藏传佛教的道场都会发现 他们悬挂了许多彩色的旗帜 仔细观察有五种颜色 名为五色旗 又称天马旗 据了解 悬挂五色旗能使运气低落 白色 时常遭遇邪魔障碍的功德主 获得逆转运气 增长幸运的功效 旗面有五种颜色 白色 代表中央的毗卢遮纳佛 能习灾 消灾 解恶 黄色 代表南方的宝生佛 能增长寿命和财富 绿色 代表北方的不空成就佛 能令一切事业顺利成就 红色 代表西方的阿弥陀佛 能增进人员 获得尊敬 广受欢迎 蓝色 代表东方的不动佛 能驱除魔障 根据密宗的解释 将棋子悬挂在高处 悬挂的越多 代表祈求的意念越强 能圆满众生的心愿机会越高 而且 五色棋随着风吹雨洒 可以让业障消失在五行当中 简单的说 悬挂天马旗 是用来对质各种业缘障碍 消灾解难 增长福气运势 最善巧方便的法门 可能许多佛教徒都不知道 佛教也有教旗 在佛教节日和其他传统节日 像是春节 元宵节 约兰盆节等等期间 以及寺庙举办法会期间 其实都要悬挂佛教旗 只是在台湾并不常见 佛教的教旗是由美国籍波兰人 奥尔科特所设计 十九世纪末期 斯里兰卡正处在西方殖民统治之下 佛教受到重重阻力和挫折 1880年 一位美国学者佛教徒 满怀宗教热情 从印度抵达西兰从事佛教工作 他就是原美国陆军上校奥尔科特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他深深感到佛教需要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 以利于佛教界的联络与团结 为此经过反复研究 最后根据佛陀成道时 圣体放出的六种光明制定了六色教旗 作为佛教的一个标志 1950年 在西兰召开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立大会时 采用了这面旗帜作为佛教教旗 两年之后 1952年 在东京召开世界佛教徒联合会第二届大会时 正是通过决议将奥尔科特所设计的这面佛教旗 佛教的教旗 佛教的教旗由左至右 依序是由深蓝 深黄 深红 白色 橙色和彩色 六道颜色组成 顺序不能颠倒 前五色是单色 第六色则是由前面五色混合而来 其中 蓝光是由佛陀的毛法所放射 代表对所有众生怀有同体大悲的精神 也表彰佛教慈悲和平的主旨 黄光则是由佛陀的皮肤所放射 代表远离两边带来平衡与解脱的中道 红光则是由佛陀的肌肉所放射 代表依佛法修行而带来的加持力 象征成就福德 白光则是由佛陀的骨头牙齿所放射 代表佛法的清净和它所带来的解脱 至于第五道橙色光 缅甸佛教则是浅粉红色 则是由佛陀的掌 肿 也就是后脚根和唇所放射 代表不可动摇的佛法 象征佛法的根本就是智慧圆满 之后由五色光所合成的第六色 非我们的肉眼所能见 代表佛法为普遍的真理 至于构图方面 竖的 横的都是蓝 黄 红 白 橙等色 象征人类的各种肤色 其中 横的表示全世界人类的和睦相处 竖的 也就直的表示世界的和平 因此 佛教教旗不仅代表佛教 也是智慧 平等 慈悲与和平的象征 他清晰地传达出这样的意义 不论种族 国籍 地域或肤色 所有众生 佛性平等 均可成佛 而晋空老法师进一步阐释 教旗的表法 六条中有五条单色 代表六度万恨的前五度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传定 后面由这五种颜色混在一起的混合色 则代表般若 这表示 前五度都要具足般若 简单说就是智慧 才能圆满成就六波罗蜜 也就是说 凡事都必须要有智慧 此外 佛法我们常讲五圣佛法 或者华言宗讲五教 用五种颜色五条 也可以表五教之意 还有就是 这六条的宽窄要一样 六度一定是宽度要完全相等 最后提醒各位 请不要将藏传佛教的天马旗 与佛教的教旗给搞混了 一百多年过去了 这面佛教旗帜逐步受到各国佛教徒重视 被越来越多的佛教徒接纳和采用 成为了国际佛教界团体 和个人团结合作的一个象征 南无阿弥陀佛